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欢迎收看由专注重视牙的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咱们这节目播出也一年多了 最近呢就有人问了 说你们节目里那都是真人真事吗 那些相亲的大哥大姐里 有没有你们找的演员呢 尤其是那些上过两次 或者是三次节目的人 会不会是托儿呢 那在这呢 我也跟大家伙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我们原来不晚里的每一位大哥大姐 都是主动报名的单身人士 绝对不存在任何的表演行为 更不存在什么托儿 至于多次上咱们节目呢 那也是因为他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 反响特别好 有不少人呢都想认识认识他们 我们的红娘呢 就会选择相对匹配的人 再给他们介绍 毕竟找老伴这事啊很慎重 要是两个人真的都有缘 这错过了不就挺可惜的嘛 所以啊 请真心想寻找缘分的大哥大姐 放心的报名 我们的红娘呢 绝对会认真公正热情的 为每一位做好服务 那好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 吴安君 吴大哥 吴大哥 一下就认出来了 吴亮伟良 你就在这块上买吧 一进来就都忙活着呢 吴安君今年53岁 李毅目前在长春图书大厦 做图书管理工作 月收入5000元 有五险一斤 家住长春市住房面积60平米 吴大哥在长春图书批发大厦 已经工作五年了 大哥工作的地方 是整个吉利省的图书集散中心 他平常在这里啊 就做图书管理的工作 这次我就做了 这个大马 我没事我就干这个活 忙着这儿 我就在这些马 那里面是打了一个字 书名 你看看 哪儿呢 你好好瞅 我瞅分前没瞅着 胖了 你告诉他一下 这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字体 这个是啥意思啊 吴大哥平常做的工作 就是把出版社送来的书 按照书店名称 分别打上专门的号码区分开 然后进行包装 这个打包机是这种 这有那个塑料条子 对塑料条子 这这样的 一定要给它 蹲 蹲好了 打齐了 这这样的 那个包一包 然后在这个侧面写上 对对对 你一瞅 就是哪号打的 哪号打 这是日期吗 这是日期 12月30号 这个是你的代号 就是 你要打那个 你再写啊 这个代号是啥呀 那个我们做机器号 你不得有一个代号 你给你看吗 你今天我打了一包数 你给你做机器号 你打了包数 那么回事 就是你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 大哥你代号是啥呀 我在家排行老二 他们就叫我老二老二 来写个 老二就行了 写个二 写个二 那像大家 新装打包书的话 一个人一天 能包多些呀 点一百的吧 就算他们 老爷打 能打一百多包 一万本书一天 吴大哥跟红娘说呀 在这块工作 虽然每天 握手加工的书挺多 但是对于他来说呀 这工作一点也不累 大哥觉得 他能像那些同事一样 干到六十岁 都没有问题 而且在这块干活 工资待遇也还不错 你这一个月 大概收入咋样啊 这么不少钱 那那个就是 什么保险方面的呢 全有 也全有 大部分都会救 这件挺好的 那你这呀 就是中午还管多饭 早上有饭 早晚那个 你得啥时候上班啊 早上六点 就不到六点就回家走 往五点下班 回家也六点多 吴大哥现在的工作 有无险一进 每周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今天因为相亲 大哥特意跟经理 请了半天假 一会儿啊 就带红娘回家里坐坐 我们发个小福利 我觉得那天 12个月都有福利 12个月都有啊 吴大哥说呀 每个月单位 都会发一些小福利 就像这个月发的 就是他手上的 这箱水果萝卜 大哥跟红娘说呀 这些细节 让他觉得 现在的生活 那是踏实安稳 还上班好 上班咋好呀 你什么屁都不能吵 你只要进早去了 到晚回来 你去给你开点 到月身 你给你打个字 你就是不是 给你三千也好 给你两千也好 你是不是 你做多少钱 年轻的时候 大哥做过很多生意 最赚钱的呀 那就是开书店 吴大哥跟红娘说 那时候一周的收入 就相当于 普通职员 一个月的工资 只是后来呀 因为拆迁 就不做书店生意了 于是大哥 就找了个新的路子 投资搞养殖 那时候 吴大哥的养殖场 可是当地最大的 兔子养殖基地了 二零零年的下 一座就是大的 一座就是大的 那是葛白山那家梦 咱们是最好的 咱都走了 一家交到三点的房租 你知道吗 两万块钱 那都是 机械化的养的 追些筋的 自动一随 那一顶的东西 那个水就出来了 多些兔子呀 你这么说的 哎呀 这东西 两千多字的呀 吴大哥说 兔厂还没开始盈利 他就投了五六万进去 但没想到的是 厂子刚开了三个月 兔子都没涨到能卖的分量呢 就一个接一个的死了 一年都没听到 今天死散死 每天二死 有点瞎事 满月了 迎来月了 为他们不老俩月 一见多神 一见半神死了 那啥用没有啊 吴大哥的兔子厂 开了一年就黄了 后来大哥跟媳妇一块 开了家火锅店 可没想到的是啊 生意还没经营好呢 这一块做买卖 倒是影响了 俩人的感情了 我媳妇去开那个 小火锅店 不知道 你要是能够 麻将免费 四块钱 一份的麻将 就给她免了费了 不就完了 可以 你这头一晚上一块钱 第二碗不要钱 你只要是不收这个钱 就一个礼拜就给你弄 所以就去百七五百 一个礼拜 那买卖好啊 那有时候小孩吃麻将 那麻将一桶 好麻将没多少 那像这个麻将这种事 最后都听谁的了 媳妇应该把外来拿 不去 他不管了 但是成天找好 我就吵构了 吴大哥跟媳妇 总是因为生意上的小事 产生争执 大哥说呀 这感情吵着吵着 也就淡了 六年前 吴大哥跟前妻离了婚 离婚后 他也不做生意了 就找了个班上 这一晃啊 六年过去了 大哥也终于想给自己 找个伴了 吴大哥的情况 让红娘想到了 同样家住长春 年龄相访 性格互补的杨继红 杨大姐 杨继红大姐家吗 红娘美丽 冬天你穿这么手呢 屋里可日子了 杨继红 今年52岁 丧偶 目前经营熟食摊位 月收入3000到4000元 家住长春市 公租房50平米 姐我听你说 你那个做熟食啥的 对 这就是元旦了 这是在家休息了 有加工件 然后做完了 就拿到那个市场去卖 杨大姐现在在欧亚春城附近的市场 卖熟食 一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 要说为啥来这块卖熟食 大姐说了 那也是三个月前 因为疫情 之前的买卖没法做了 原先我是在那个学校里的 我做的是那个快餐加水吧 这疫情当中学校行都没开学 没开学不就说国家给政策说的 三个月的夜市吗 我就上夜市了 杨大姐说 她这些年可以说做过很多生意了 自己从18岁就开始下海 一直做买卖 我出的车开了三年多吧 然后我又开了两年多饭店 配货 配货车 给机场送大龙的车嘛 干旧物 二手旧物 杨大姐这些年不光自己做买卖 还带丈夫一块干 按理说夫妻二人一起做点啥 那能把家维持得不错 但杨大姐说呀 两人做买卖这些年 她这个丈夫从来没让她省过心 她这两年多饭店 饭店不景气了 也是打仗打黄的 杨大姐说 她的丈夫性格爆 而且喝完酒以后还爱打仗 虽然两人过日子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大姐觉得 既然是一块过日子 那彼此就得多包容 一定能通过自己行动感化她 而且杨大姐始终觉得 好女不嫁二夫 在一家就得过着一家人的日子 一女一夫 我不行了 一女嫁两夫 你既然跟人家了 你就不能再选择第二条路 就走这么去 用自己来包容她 来感化她 行的能把这个家能完美的 再往下继续走 杨大姐一心想用自己的包容 感化丈夫 但没想到的是 丈夫不但没改 还在大姐怀孕的时候 因为打仗进了监狱 我从她进监狱开始 我就在外边挣钱 那时候 你还要怀孕的吗 我那时候怀孕我也赚钱 我供家老太太卖两份 到年跟前了 有一阶段 家里没有人的都放假了 我也上市场去卖豆芽 这骑着到去旅 你怀孕还得骑到去旅 冬天你怀着孕 骑到去旅 那期多长时间到那块 杨大姐说 之所以怀孕的时候 自己这么拼命 就是希望这孩子出生以后 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而且当孩子他爸 服刑期满 改过自新 那一家三口团聚了 这日子不就更好了吗 可让大姐没想到的是 丈夫从亲家密出来以后 跟外人真就不打仗了 但对自己的媳妇 却因为小事动起了手 杨大姐跟红娘说呀 当时这个事 她真就挺生气的 甚至也考虑过离婚 但是想到自己的儿子 大姐这心就动摇了 毕竟孩子年纪还小 咋的也得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呀 之前我就考虑到孩子小 我要走又一家吧 她对我是好还行 你说不好孩子受娶 受娶的时候我还看不了 如果把孩子扔给她吧 她本身就在社会上 半瓶一瓶罐半瓶罐的那名人 那我说肯定就进监狱了 就是为了这么一孩子 牵扯的这么一个渊源 杨大姐跟红娘说呀 她跟丈夫在一起这三十年里 自己这么维持一个家 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直到四年前 这段婚姻才因为她丈夫的去世 终于画上了句号 现在杨大姐的儿子 已经成家立业了 大姐的心也终于落地了 这对于再找一个 什么样的另一半 大姐说呀 只要两人能在一块 好好过日子 其他条件都是可以让步的 那双宝 人体好 宛人品好 身体好 就这三年 其他无所谓 就是那样的 你说儿女结不结婚都没啥事 你说这没房子也行 你可以到我这住来 这小公主房 一个三百多钱 不也挺好的 吴大哥踏实可靠 过日子也靠谱 于是红娘带着杨大姐 来到了大哥家 想给两人介绍一下 见个面 我看看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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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抢了 我抢了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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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进 快进来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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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行 行 大哥顺手就把那些 被鬼给挂上了 走给鬼子姐 看见了 她的外表就给人家带出来了 他不像说有的男人特别服 他一进来你说的 眼睛五花八门 那磕棱给你 他没有那个样子 我姓吴 我口前吴 吴安俊 你好 我姓杨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呀 我叫杨静红 你倒杯水挺冷的 咋的一个 反正也算 皮子还强 那个 就稍微比胖了 吴大哥跟杨大姐两个人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挺好 坐下来以后 大哥主动介绍起了 自己的情况 在书店 就是在那个 配发市场 一样看五千块钱 五千一斤 对对对对 两个保险上 对对对对 医保还有 我没有那时候 我没参加过工作 那你咋生活 我18岁下海 始终就下海 一直坐满满的 对一直下海 满满还做的呢 现在呀 现在就做的 你坐着什么满满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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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挺辛苦的 总共不辛苦 这个我说 大姐辛苦 我一样看了一般的 我让他提早进入货 他还能够扬测 你其实那玩意不辛苦 吴大哥挺理解 杨大姐卖熟食 做买卖的辛苦 而且很欣赏 大姐的性格 不过这个时候 大姐提出了一个 对他来说 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自己这些年 一直没有医保 不知道大哥 会不会介意 那一直对大姐 印象挺好的 吴大哥 会是啥态度呢 广告回来 接着看 吴大哥跟杨大姐相亲 本来两人各方面 印象都挺不错 不过这个时候 大姐提出了一个 对他来说 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自己没有医保的这个事 对方到底咋看呢 我没有老保 也没有医保 肯定得把事情 把话都扔在前面 先小人后君子嘛 表示一旦有一个介意的 你往后的日子 过不了 医保 你必须得 社区的有 那小医保 算啥医保 现在可能涨了50% 60%了 这个没有社医保 和医保 我跟你说 真真是个大毛病 就是东西你家做料事 你要是做点买卖 怎么也得比 那个什么开店都要 那么难 那又大数是 你这个医疗 应该都是 东西是大事 大确实是大事 我觉得你可能比较 看这份是子女这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说 孙子女那些负担 那你没有这医保 那边什么 你也去回家去了 咱哪位应付责 咱哪位自承 咱都是六个钱 咱知道 但是我就跟你说 就是一个 一个地方 就不行了 吴大哥觉得 无论自己 未来老伴是上班的 还是做点啥买卖的 他都不介意 但他特别在意 对方有没有省事医保 大哥希望呢 他未来的老伴 能有省事医保 他对 他把医保这块 看得特别重要 嗯 所以说他想找到 对方应该是有个医保 是啊 我是 我说咱俩出这个事了 不是 你要是不开始了 我让他挂我 你看 对吧 我才让他出 对不对 我就是这个该呢 我这个人 他医 我一出 你也特别好 咱是做一个好朋友 杨大姐说 他这大半辈子呀 忙忙碌碌的 光顾着忙活 丈夫孩子和老人了 至于自己的事啊 他都没来得及考虑呢 所以这养老保险呢 也就一直没买 现在大姐手里 是有点积蓄的 但是呢 他想着 等明年的时候 弄个店面 把自己这熟识的生意 再好好干干 大姐说 趁着现在才50出头 还能干 多挣点 先不考虑养老的事 可是吴大哥这边呢 做了一辈子生意了 起起落落的他 觉得还是好好上个班 省心又靠谱 对生活有着不同打算的两个人 显然是不大合适 那接下来呢 红娘给大哥介绍了 年龄相仿 但是已经拿退休金的 王书彦 王大姐